我是Cathy 我今天來講一個我常備問的問題 就是當我講了很多東西以後 老師就會說老師什麼是動詞三態 動詞三態就是一個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它一定出現在動詞 它不會出現在名詞、形容詞、副詞、解析詞 都不會就是只有動詞 所以動詞就會有 所以你不要問我說什麼happy有沒有三態 happy不是動詞 那動詞的話三態就是 圓形、過去式跟過去分詞 什麼叫圓形 你也常有一些公式告訴你 我要放圓形動詞 圓形就是你當初你學去 叫go對不對 那它就是它的圓形 它沒有s 沒有es 沒有ng 沒有ed 沒有to 就是它光粒粒的樣子 就是圓形 那什麼過去式 我昨天去台北 那我就不能用go 我不能說i was 那我用i went 就是它過去式 就用這個 那什麼第三態 就是過去分詞 過去分詞的tag的話 你們通常只知道pp 但是有的人知道pp也不知道它就過去分詞 總之它就是動詞的一個樣子 它會用在什麼時候 被動詞啊 我打你你被我打 完成詞啊 每次呢有什麼have has had加pp 就這個是東西 所以那種東西你都要往動詞去找 你不要去往名詞信用詞等等 ok 那說到圓形動詞 又說到這個 這個東西大家常常都很困難 為什麼有時候是b 有時候有is and are ok 基本上is and are它一定出現在什麼 現在是 現在是還記得吧 我有講過 現在是代表習慣跟事實 所以如果你要講過去怎樣 你的b動詞是was the word 現在的話習慣事實是is and are 那怎麼會有b這種東西 因為這世界上有一種動詞 動詞叫做助動詞 一種東西啦 它叫助動詞 它常會跟你說後面要加圓形動詞 所以你絕對不能 譬如說 I will am a doctor 因為照理說is can am 那你會覺得他好像就是圓形 沒有 其實他的圓形是誰 是他 所以你一定會說 I will be a doctor 我將來要做醫生 所以這就是稍微跟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時候又有這又有這個 這不一樣 他是他 他是他跟他的圓形 所以常常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要公式裡面告訴你要加圓形動詞 你又遇到這種is and are was the word 通通要變成b ok 好 那今天就這樣子